汤姆无聊的时候 小兔汤姆成长的烦恼图画书 心里自助读 法国的玛丽亚阿丽娜巴文图 法国的克莱特海林文 梅丽肖宝吧 茂 广茂的大地上面 肖茂翻译 写完美食光界的书 还要准备 下雨下雨不停的下雨 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呢 我能玩什么呢 又不能到院子里踢球 真烦 妈妈你跟我玩吧 不行汤姆 我还得烫衣服呢 我深深的叹了口气 妈妈说 你闲着是你有福气 我总有干不完的活 还是那种店里你懂吗 老实的 妈妈什么也不懂 我无聊的烦死了 伊娜到玩都很开心 她跟那个小玩玩的 给我娃娃 我将你怎么玩 不不给 娃娃是我的 嘘别喊 我一把抢了过来 只用了一点力气 给我给我 是我的娃娃 你不能拿走 伊娜使劲的拉我的短裤 我一下子倒在一筐里 把伊兰弄翻了 汤姆 不要惹伊娜 你自己玩去 妈妈大声说 真不公平 就因为伊娜小 可恶的妈妈 可恶的伊娜 可恶的鱼 要是爸爸在 至少她能理解我 现在没人理我了 没人听我的 我有主意了 我给自己搭小屋 就我一个人住 我要找个屋顶 有了 就是她 我把沙发当成墙 可沙发太重了 一二三 我要建造一条船 我要出海 真棒 我找到围杆了 加油水手 我用力推着 用凳子搭成的悬梯 靠垫可以当船长舱 我的小船 如果我关上船长舱 会怎么样呢 我找到了许多衣服架子 用它们来加紧船的两边 太好了 我有了我想要的 所有东西 这个很重要 这是船长的宝座 我的船将是世界上 最漂亮的船 它要走遍全世界 来吧动物们 我救你们来了 快登上我的船吧 大家都可以上船 恐龙也可以 成诺亚方舟 这屋子一会儿有的收拾了 你好 依娜女士 你好先生 你想上船吗 小心 不要打扰了动物们 不要踩着鳄鱼 它会把你吃掉 等一会儿 我去放下船梯 它让它那个妹妹 跟它一块来玩 超级国家家 你的小屋真好 依娜说 这不是小屋 这是船 它真笨 突然灯熄了 我害怕 依娜说 妈妈走进来 说好大的雷雨啊 不是雷雨 是海上的暴风雨 妈妈快上船 我喊道 妈妈上了船 它躲开了危险的鳄鱼 窗户外边有一个什么东西 窗户外边 是吧 对 还是谁 他爸回来了 他下来了 是他爸 是他爸 这时门开了 爸爸回来了 他全身都湿透了 嘿 真乱呀 我们在汤姆的船上呢 妈妈说 你也上来吧 爸爸也上船了 我对他说 先生 欢迎您上船 谢谢 汤姆船长 爸爸认真的说 暴风雨来了 很强的暴风雨 暴风雨把我们的大帆 刮倒了 哦 我们到了北极 在英纽特人的雪屋里 我们四个人感觉舒服极了 OK 专家的读 我赔个特写得了 拜拜